文化部推动中正纪念堂转型的第11场愿景工作坊 今日下午在文化部的南海工作坊举办 共有16名来自艺术、文化资产、人权等专业领域的参与者 包括艺术家、剧场工作者、文史工作者、教师、民间团体、政治受难者代表参加 参与成员及议题设定衔接前面时长讨论 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也派员到场旁听 有参与者表示 建议大家向前看 思考如何拖善运用这块位于首都淡黄区的土地 以国际视野想象未来 形塑下一代的光荣感 一位艺术家表示 园区内已有国家两厅院 提议中正纪念堂转型为国家美术馆 提供艺术家展览、实验创作、住村等 也作为艺术教育基地 共存的三栋建筑物可打造为国际重要一文句点 并透过艺术的批判其诠释 进行威权空间的解研 参与者举例 从艺术家包装德国国会大厦的行动 罗浮宫内有被域名设计的玻璃金字塔等 都说明了艺术提供想象 未来可以透过争鉴打破既有意想 文化资产工作者关心文资规范是否 线缩中正纪念堂的转型可能性 人权工作者认为转型方向将是全市民主价值 告别威权 亦有参与者提出不管转型方向为何 都要广邀民间团体参与引入能量 文化部推动中正纪念堂转型的第十一场愿景工作坊 一日下午在文化部的南海工作坊举办 图文化部提供 分享